好,今天有出賣同事系列 有請同事 Natalie 嗨,Natalie 怎樣出賣法呢? 大家看看她一生日做完 知道她平時不做運動 泡輪衫、泡輪衫、泡輪鞋 真的不錯 這麼高,但就有個小套 有個小套 我今天的挑戰很簡單 辦公室也做得 家裡也做得 跳繩一分鐘 時間關係已經準備好了 好 這裡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所以其實做運動真的需要 尤其是經常坐在這裡 其實應該是適合你的 因為 女生最重要是體肢率 體肢率是正常 BMI也是偏高 以亞洲人來說 所以一會兒看看她一分鐘 跳到多少下繩 龍入科技在生活中 連跳繩的APP 我們就看看一分鐘 她跳到多少 不過她現在雞手鴨腳 希望她跳到 太長跳繩 跳不住 有沒有一個方便跳 沒有一個方法 你的手還沒動 你的手還沒動 你的手還要動 好 是這樣的 她的鞋子很露 其實這樣也是叫跳繩 哈哈哈哈 都要笑 好累啊 我已經很累 剛才Natany那些 就是錯誤的示範 讓我現在跳一個真的給大家看 來吧 跳完一分鐘 我的心跳是飛到上135 所以其實challenge她的時候 我也是challenge自己的 希望一個月後跟她一起減到 5薄 剛才就太難了 有繩 我有一個方便的方法 保證我會保持著有心跳 做的 還有呢 在辦公室有繩 你們不覺得 是很危險的嗎 好 一分鐘跳繩的challenge 就完了 我呢 就跳了 有一百下 一分鐘 瘋狂跳 但是Natany呢 就 應該也有三下 我應該用長繩去fail 短繩 我應該可以堅持十年 看看十年之後 她成績如何 好